他知道我可以 我可以我可以耍来 因为他不是 不深的想让我起来 就可以到这个地步 真的有点凸啊 为什么 真的有点凸 我夹一下 把这个中间这个杠夹一样 真的有点凸 翻车没有翻车没有翻车啊 那我那我现在认真的让他起来 起来要什么 起来 坐好 坐好 走开 走开 过来 坐好就在这里坐 快刷破6 刷破6我看一下 快我想看到满屏的666快点 老铁 各位老铁请你刷一波666 拿起你的小礼物 拿起你的小辣条 跟着我一起摇起来66666 就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我今天有点飘了哈 有点飘了对不起对不起 我说到训练的方面 就可能稍微要那个一点 谢谢大家的礼物 但是我确实是很想告诉他 大家有点东西 就是 就是尽量 因为为什么我愿意跟大家 就是 就要这样子闹哈 就是一秒钟可能喷五六个字出来 为什么愿意这样闹 就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 然后养狗狗的时候就尽量 尽量多一种方法 就不要去着急 然后 因为有一些我特别 特别 特别反感 特别反感有一种人 就是 但是 开始养的时候 他好乖 他好可爱 养回来之后 哎他怎么不听我话 他 我养不好他 我还是把他送给别人吧 然后 然后重点还不是在这里 重点是隔了那么一两周 或者一个月的时候 哇那只狗狗好乖哦 我两个又养又去领养 或者买另外一条狗过去了 这点上我最受不了的 我是 就是 就是我其实是很好相处的一个人 但是这种人我一般是 不管是谁我都 不会跟他做朋友 我这跟这种做不了朋友 就是我 我很反感这种人 就是如果直播间有这种小 小朋友的话 我建议大家改一下哈 就是 这个真不是一个好行为 不管是 不管是养狗还是做其他事情 还是你 谈恋爱 或者说交朋友 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可以 可以可以衍射出其他东西的 真的 就你不能 不能不能说就是 就有些东西要负责 有些人他是嘴里负责 有些他是真的负责 这个是不一样的 大家不要说那种词汇啊 就是 就我只是这么说 大家不要说那种词汇 对 就我只是就是告诉大家 这个道理 我很我很不喜欢 就因为我 因为我之前有过这种朋友 有 他是养的猫猫 狗哥也有 也有这种人 很多很多很真的很多很多这种人 大家也不要说这个人不负责任 或者说怎么这样不好哈 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 我只是希望就是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只是我只是希望大家不要做这种事情 我为什么愿意很很那个一秒钟喷多少个字的 跟大家说这种训练或者说养狗狗 或者说我之前养狗的经历 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一点共鸣 能够 能够能够更加的喜欢自己的狗狗 或者说更加珍惜有些东西 有些时候就是 就是 有一种心情我特别能够明白 有些时候你狗狗特别 特别不舒服 让你不舒服 你整天都不想看到他 人都有那个时候 但是我现在没 现在没有过哈 以前也有过 有过的蜜养词 特别是他训练不好的时候 但是当你那天 那天 那天晚上你如果看一部 中犬八宫哈 你会觉得他不会做任何东西 你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会心里想一句 我为什么让他做任何东西 我让狗狗本来就这样的陪伴我 我本来就是要对他好的 他只要不做原则性的东西 不做原则性的犯错 不给别人造成困扰 不给家里人造成困扰 这就够了 我就是要对他负一辈子责任 因为他会爱我一辈子 他比有些人还会更会更加会爱我一辈子 是不是这个道理 就是有些时候 我为什么就愿意分享一些 就是带情感性的东西 真实的东西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有一个小的共鸣点 就是 你会去更加珍惜人家狗狗 我觉得我如果就是能够 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点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我会特别开心 我会觉得我做一件特别 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特别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看不到满门 满门钱你就去找了 你怎么老是睡觉不行 你坐我前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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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我前面 你每次直播的时候你就要睡觉 我不监督你就睡觉 对 有意义的事情 对挺有意义的 你看让他睡也是你们说 然后看不到小马又是你们在说 我真的很难做 有些时候 而且 而且我那说一个 该不该说 我今天说了不说的 就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养狗狗 然后 传达的我觉得都还算比较 从来我 我还算从来没有传达过 不好我的负能量的东西啊 就都会被 很多很多就是 指责你这样不好 指责你那样不好 又又指责你又指责狗狗又指责你所有东西 我真的有些时候也挺无语的 有些时候我 其实大家都是人哈 就是 大家都是人 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我也到点了 之前我就有一次我真的到点了 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已经受不了这种言 受不了大家 就有些人他这么说了 我当时就有一点 你坐好你又想到 又想睡觉了是吧 给我坐好 我真的当时有点受不了了 我直接就开始了 当然我也说的很文明哈 我一般都说的比较文明 就真的 我都想说一句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要不取关吗 你把我拉黑吗哥 你就看我那么一次 你就骂我那么一次 或者说就说我们那么一次 那不够诚意啊 你也不是 不是铁黑粉的 你要么就当铁黑粉 要么你就不要粉 要么你就不要黑 你要么就黑我到底 我会一直感谢你 你没事就那啥 你没事就 就点个关注嘛 对吧 你点个关注每次看我视频 就可以每次都说我一样 对吧 你每次 每次看着我 让你不顺意的地方 你每次都可以 发个弹幕或者说整个评论啥 你这 对吧 我每次看得到你 我记得住你 我觉得你是铁黑粉 我觉得我铁黑粉 我会特别敬佩的 但那种 水黑粉 就那种一两次冒出来 你连关注都不点的 就没有没有诚意当我黑粉的 我就觉得特别生气 你要么有诚意一点 对吧 你每次在黑我 我会特别开心 至少我多了一个粉 但不管了黑还是啥 他至少是粉 对吧 今天的直播好像是比较亮哈 我觉得 比之前晚上直播的时候要亮一点 大家觉不觉得 好要亮一些哈 没那么暗了 之前就不好一点 有有一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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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黑 对不对 有点黑 好帅 是谁是 这又是老粉在刷吗 新闻从来不会刷 你好帅这种 为啥你直播比视频帅 我直播的时候帅吗 你这样一说我以后绝对不戴口罩了 我之前戴口罩 其实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我从小就比较自卑 这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因为我从小小学的时候 我的同学和朋友都 朋友还好 朋友我只有小学的时候只有两个 然后到后面的时候 我都觉得我可能没什么朋友 而且我不是一个特别会维护朋友关系的人 反正从小的时候我就挺自卑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挺那个 开始的时候 我戴口罩 就是因为第一个自卑嘛 就长相 我从来不想露自己长相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不想被认出来 虽然我只是一个很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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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 发狗狗视频的一个人而已 但是我也不不希望有那种 就是打扰到自己生活的那种情况出现 对虽然很小但是我不希望被打扰到自己生活的那种情况出现 就有一些他会 我真的有些时候啊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些他会给你发个什么 你是不是住哪个地方 你是不是那个那个 其实我我挺虚的 四川话的挺虚啊 就是我挺怕的 因为因为就是有一点出有点有点出网络出击到生活 我我是一个特别怕的人 真的是一个特别怕的人 我特别怕网络出击到生活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我挺怕真的挺怕的 我明天就想吐 真的有些人他给你发一个 你是不是住哪个地方 哔哩巴啦哔哩巴 然后然后什么什么这样 我改天我们我们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们怎么怎么样 我只是拍视频的而已 就是分享生活而已 就我不是特别想那个 我会我会挺怕的 就虽然我是个男生啊 可以可以这些说一些话 有点不太那个 但是我真挺怕的 我就是一个胆小的人 色恐不是 我不是一个色恐的 但是我我不想我不想 我不想那个 我不想太触及生活 我不色恐 我一点都不色恐 你保护我 你保护我 你是保护 你是很保护我 你保护我 发弹幕保护我 那个叫什么 弹幕刷弹幕保屏 哦弹幕护体啊 那个叫弹幕护体 对刷弹 刷保护 大家紧刷保护 理解理解 你看这个刷帅的 肯定就不是同一个 因为一个人说好帅 一个人说帅 那肯定不是同一个 至少现在有两个人夸我帅了 把保护 哦对 把保护刷到公屏上 谢谢 怎么变成宝贝了 保护不是宝贝 趁机上我便宜啊 你看刷宝贝是保护 其实说句老实话 今天我差点忘了直播了 我今天是被提醒了 今天要直播的 我真的忘了今天怎么 我这么快去星期六了 老过去 真的好快呀 我是莫名其妙被通知 今天是星期六了 而且我今天没休 我明天又不休假 我一般是星期天会休假嘛 所以我会知道 今天就应该是星期六了 但是我明天不休假 我要上到星期二去了 我星期三才休假 我星期三才休假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 今天就要星期六了 老金鱼 老金鱼 放假放迷糊了 明天我放假 哎呀大家真好 真好 小百姓从小 是从小养的 感觉上了好 我真的上了好久的班 我这少年都上了 四五六七八 九啊九天还是八天呢 我去 上学就放一天 不对吧 你们上学 哦你高高三八高二这种吗 应该是 保卫 保卫什么鬼 保护 保护 孩子困了 我好难 我 就这样在待会 就在待会 真的好难 高中都是一天的假 高一开始都是一天的假的 我们之前是高三的时候 只有一天假 但后来好像改革了 高二就开始只有一天假 高一有一天只有一天假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可以继续跟风啊 我不建议 你别别别把爸爸嘴给堵住了 满满可以听懂你说话吗 大部分东西 平常生活中 大部分东西能听懂 这就调休 下周休 哇 你下周才休一天啊 天哪 那你这连着上两周吗 好帅 帅帅帅 哎呀好舒服 好舒服啊 真的 你这样子讲我长了自信 我之后应该就不会戴口罩 我应该以后不会戴口罩了哈 如果 如果下一次我看到有人抓我不好看 或者说丑了 我就下次把口罩戴上 小满也有摄像头 对小满有那个摄像头 哦之前不有那个吧 有有不管是微博还是那个b站 就有有人问我摄像头 摄像摄像那个用的啥 其实看你自己有些用小米 有些用华为 有些用那什么 都有 然后我我是那个之前做广告 之前一个广告有一个金珠爸爸 给我那个给我整了一个叫fobo 嗯对 嗯对 然后这个 嗯我觉得 所有都差不多吧 口罩真的挡颜值 口罩挡颜值吗 口罩挡颜值吗 口罩长颜值吧应该是 摄像小哥颜值还是可以 什么意思 哎呦 我问句话哈 直播间里有没有那个啊 有没有还没点关注的 我发现好多是 好多老老老老的那个老弹幕 就是老弹幕老弹幕党 就是有些时候我会经常看弹幕吗 我会单独看一遍弹幕 或者说有些时候会看视频 我发现好多都是老弹幕党 老老评论党 但是他也没点关注的 有些大连关注都没有点知道吧 三连就不说了 有些有些点关注都没点的真的 我取关一下就可以没关注 不不不不 哎哎哎哎 都是兄弟对吧 都是兄弟 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呢 你肯定不会的 你肯定会直接顺手就三连了 仿佛做了一个造型 什么意思啊 说我还说小满 来关注入股不亏 出去吃饭好哥哥 出去吃饭好哥哥 某种视频都看了好多观众 啊对今天 我一般我一般回复都是回复有一些特别熟的 还有就是有些评论特别有意思 今天我就记得印象特别深 有一个有一个评论 他他应该是兴奋啊 就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 他说我看某种视频 嗯一般看的很少 然后我居然第一次看某种视频 能够看坚持看到12分钟 我的视频大多数都是10分钟以上嘛 他看了12分钟以上 然后当时就挺感动的 就是我就觉得我我 我很开心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心 就听了很开心 就是这是他应该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想法 然后就表达对我视频的喜欢 我觉得一种认可我就特别喜欢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个认可 也是对小满的一个认可 我觉得我就特别开心 对就是就是有些人他 他平常不会做的事情 但是他为你做了 我觉得挺感 你怎么吊在我手上睡呢小满 你怎么吊在我手上睡呢小满 你突然一波怀旧风 什么怀旧 小满的嘴巴是粉红色的吗 这个地方是粉红色的 这个地方 你好像那个人体标本哦 听到我了 不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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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的课堂 今天直播了好久了是吧 你直播多久了 把满的视频三连都补了 你应该早点补啊 没事没事这太好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也一般受不了很水很水的时候 不是我说句实话我我身边挺水的 但是就是就是 我觉得生活都挺水的 生活是我觉得生活是样子 我觉得除非 除非是那种 每年生活特别滋润特别 特别丰满的人 大多数 其实我们都 其实我们如果是真实生活的话 我觉得普通人啊普通人 有钱人出来 有钱人对我在我眼中不是普通人 就是普通人的生活 其实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 如果真的真实养狗的话 其实就是每天给他吃东西 然后给他 有些时候会给他训练 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会 做一些 很很 跟大家很好玩的事情 然后每天早上遛狗 每天 上每每天下午晚上也要遛狗 然后陪他玩玩具 然后陪他玩球 玩飞盘 然后 经常带他去公园 其实 其实我的 我说句内心话 我的视频 我的视频其实挺水的 这是我的内心话 我 我对自己 其实有些时候认识还是挺到位的 我承认自己视频挺水 但是这真的是我很真实的生活 没有一点做修 也没有一点 想要什么节目效果 可能很 会有些时候会很无聊 但是这就是我的生活 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性观看嘛 对吧 你屁股好臭啊 这玩意 屁股好臭啊 没洗澡 那 才洗得澡 再洗澡 应该会等 但是我觉得他最近又有一点脏 可能是因为带个窝的原因 因为他每次 每次回来之后就马上 喜欢立马躺那个窝 因为把那个窝给整了 常见的摆拍摆拍摆拍 我觉得就已经是我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秀了 真的 就是就对我来说已经是个最大的秀了 就最做我最做做的就是就是摆拍真的 我视频里面这就是我最做的最做做的一个地方 但是但是其实多换一点镜头对大家看着也会舒服一点 我想的真的是一个目的 就只是让大家可能看着舒服一点 然后多一个镜头能够看到小马 真的是一个目的 没有什么说 搞点什么什么玩意儿出来 就是想的是大家能够多个角度看 因为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刻 就我摆拍挺僵硬的 大家没有发现吗 真的挺僵硬的 为什么僵硬 其实我就感觉我不会摆拍 我真不会摆拍 因为为什么为什么之后一直有摆拍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 我是第一次摆拍的时候 有一个人有一个粉丝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都还记得到 就是有些时候大家说的特别感动的话 我都记得很深刻 那个那个那个那句话 应该从我买那个摄像头到到现在应该有几个月了 我都我还记得到那句话那句话 他说的是 我就是我以后可以多角度的看到小马了 我就为了那句话之后一直都在摆拍 就从那句话开始之后 所以所以我觉得我还算一个挺虫粉的一个人真的 我摆拍没有什么目的 就当时因为那句话 我就想着应该我以后如果多摆拍一点 大家都能够多看到小马 我觉得就挺好的 上次小马上树那个 小马上树 小马好像就没上树了 上次没带飞盘去 然后没上成树 一直想滑进步来的 哈哈 剩下背五个上 好帅 这个 嗯 好好好 好 如果我在你们评论单部里面发的 看见你们刷那个好帅的 我就知道今天应该是今天 应该是今天看过视频的人 应该是看过直播的人 过来点菜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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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镜头打完了我也说不了话 什么 编幕花销会很大吗 花销不大 我觉得养狗狗真的 我觉得养狗狗不算花销大吧 你一个月花个 你勤俭持家一点 买点实际的东西 纯无厌主 这个主播长好像不蓝 刚刚那句话是夸我还是说 我没听懂 其实说实话是没听懂 那个其实养狗狗 你可以经济实惠的办法 养狗狗 他的区间很大的 就是可能花很少钱 也可能花很多钱 有可能花很少钱 但是狗狗吃的很好 有可能花很多钱吃狗狗吃的很差 所以这个花钱的高低真的 并不太并不完全啊 只是不完全决定了你狗狗 嗯 好不好就是养的好不好 喂养喂养好不好 这么说应该喂养好不好 这个问题问到我新砍了 什么问题 一开口 是不是快关机 是不是快关机了 我插个电 一开口就知道是老问题了 一直很想养狗 但是有鼻炎 鼻炎看你会不会对狗毛也有那种反应 因为有些鼻炎它很很有特殊性 它只对有一些东西有那个反应 有些它对狗毛没有反应 你像我妈妈哈 我妈妈其实它对狗毛过敏的 但是我养了狗狗之后 它经常接触 它后来摸 就它它我妈不真不是装 我之前觉得 我说内心话 我当时觉得我妈挺装的 我妈 我 我 我不能不能碰狗 我 我 我喜欢狗狗 我妈那个时候就 刀子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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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完全 你看着它平时摸都不会摸它 然后看也不怎么看它 它每次准备好吃的 就是我当时回老家的时候 我妈就直接准备了 没怎么怎么样 就小满地吃 但但后来它就会也会木爬了 就是 就看你自己会 有点卡吗 我操今天直播怎么有三千多个人 这次破纪录了 之前都只有 最高好像只有两千多个人 今天有三千多个人 今天直播好像直播间是最多的一次 比我才开始做 比我才开始拍视频的热爱多今天 可能人有点多吧 今天 好了吗 大家刷新一下哈 刷新一下 今天露脸了 热度吧 不是人数 不知道 也有可能吗 我这个我不清楚 我不知道B站它怎么算的 这人气 这有点气人 有点气人 粉丝来多 最近涨粉要多一点点 新视频效果很好 你就是 礼物刷了多就是这样子的 是你说的哈 是你在暗示哈 不是我在暗示哈 是你在说礼物刷了多 它就人气高哈 这这次不是我说的哈 还有满点出镜 我我出镜没什么那个吧 跟我出镜没那么关系 应该应该是大家刷 我今天刷了很多 可能是看我 蛇战群雄 说那么多话 所以呢 可能刷礼物刷了有点多 怎么有狗毛呢 卡了吗 是不是卡了 是不是有点卡 我怎么电脑看自己直播是卡的 卡不卡在家 哎 怎么回事 好像网掉了吗 我电脑都网掉了 手机的网掉没到我看一下 手机的网掉没掉 啊手机的网还没掉 等一下哈 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什么又听到外面有狗叫了 就开始转过去 我看一下今天播多久了 过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怎么今天过得那么慢呢 我感觉今天一直都在说话 怎么才一个半小时 真的想去好多羊羔 哎对 其实我觉得 成都羊狗都挺多的 真的成都羊狗都挺多的 起来一下吗 有点歪哈 狗狗想下去社交 小板小板不是想下去社交 他只想打量一下对方而已 如果是那种 尽量欺负 会欺负他的狗狗 或者要吼他的狗狗 咬过他的狗狗 他就 开始 就是这样子 就开始凶残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狗狗公愿才能普及 你根本没有合法溜狗 对对对 其实到处都没有那个 就是公园啊 说的好听 很多 那都是人 都呆满了 包括带小儿 其实带小儿子公园去的 去公园的特别多 这点是真的 有些时候吧 你你不太好 就包括你 因为我大多数情况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溜狗去公园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我已经把那地方 也不说站了嘛 因为那是公共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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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愿 对那个是公共自愿 就你不存在站不站 只是说我现在那个地方完了 对我在那边已经扔起飞盘了 但人家就是一家老小带着孩子 甚至就从你这边走过去 他就明摆再给你走过来 你只能让他 你没办法 你不可能跟他说 我在这里完了 然后怎么怎么样了 他人家孩子过来了 那万一狗碰了他 算我的权责 那我也没办法 我只能灰溜溜的就走了 对 人多失重 对 也不是人多失重 反正 反正一般来说 我都会让人家 除了不讲道理的人 我是一个很讲道理的人 就是你不讲道理的话 我就特别不讲道理 你讲道理 就你不管对我做了什么 或者说只要你讲道理 我们都好说 我觉得都没问题 你不但但那种 我遇见那种特别不讲道理的人的时候 我就我就我就有点控制不住自己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缺点 但是我觉得人也不能完全就太太那个了 我也没把它太当缺点了 但我会克制一下 我是遇见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我也不会讲道理 就是可能就会很有脾气 就我朋友和之前谈的女朋友都是那种 说我脾气特别好 然后 因为有 有些人他是这样子的 他会喜欢你脾气好 但是你真正 比如说你女朋友 比如说你女朋友 你真的交个女朋友 你每天脾气好 他谈恋之前 他的择有标准是 我要脾气好的 我要怎么样 我要温柔的 但你真的脾气好温柔的时候 每天对着他的时候 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就人 人是那种的 就他喜欢你温柔 但是 对吧 你懂的 就谈恋爱的都懂 特别是男生 有没有男生我直播间 直播间有没有男生啊 对不讲道理的 真的没道理可讲 还是小马 我还是准备 就有机会的话 还是想谈恋的 有男生 有男生 就男生应该都懂 就是 有些时候 你不能太那个 对他好是对他好 但是 对吧 开始恋爱教学了 不是严密一点 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你不能完全 对别人太好 早了 这句话有一点 我在寻找我的平衡点 说这句话 就是 其实女粉刷一 男粉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一下 女粉刷一波一哈 男粉刷二 我看男的多还是女生多哈 我一直很好奇 到底是到底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 来男女生刷一波一哈 男生刷一波二 三是什么鬼吗 三三什么不要来三哈 三给我撤回 来来看呀 到底男生都多还是女生多 男男生刷一样一 女生是不 女生刷一样一 男生刷一样二 啊 感觉还是喜游参半哈 差不多是一半一半 妈妈粉刷一下 妈妈粉刷女生啊 在我这个直播间 在我这个视频里面 你不管是你什么年龄 你只要是女 你只要是就是性别为女性 你都是女生哈 在我直播间都是女生哈 我会把你当成女生一样 对不对 我本来也是女生 男妈妈女爸爸算是 那那那那也是女生和男生的区别啊 也是男生和女生区别 喜游参半什么 就是我我可能词会有点差哈 就是喜游参半 在我的理解范围就是一半一半 这就叫喜游参半 我没想到怎么去描述这个行为 描述这个东西 就是行啊 对对对 哎可以这么说吧 就是就是觉得你 就是女生他喜欢你能够hold住他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hold住别人 我想的一直都是尊重别人 哎这个有点我这个说的有点不对啊 就是说 就他老想着你要把他所有脾气管住 就是他说什么你要能够压得住他 就是我从来没去想这个点 征服有点不对啊 这个征服这个词有点不太对 啊不是所有女人都这么想啊 其实我 我是天平中 你怎么知道 对我是天平中 嗯我不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特别想那个的人 就是大家不要看我视频里特别温柔 但是就是哎 该爷们的时候咱们还是很爷们的 但是但是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是 而且我无法认同一个这个观点 当然也有啊 这个观点 我刚刚说的之前女朋友这个观点是正常的 就是没有说她不好啊 只是我觉得跟我要的可能 或者说跟我想的不一样而已 不是说别人不好啊 先先把说那个说清楚啊 这是我心里话 不是平衡平衡才说这种话啊 是真的我我是能理解 但是我不认同 就是我觉得这个点我们也不太一样 我只我只会 就是你只要不出起我底线 我就觉得我完全注重你 你要做什么都支持你 但是你要我非要管住你 或者说做什么事情 怎么怎么噼里啪啦的 我不太 我是一个不太会这么去想的一个人 老板大气 谁是谁送东西吗 怎么大家都在说老板大气啊 对不起啊 我就是我我这个只能看那个 看看不到那个 老板送了什么 老老板送了三万金挂子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我我这个刚刚只能看到那个 小满从小都是这么年人吗 自家金帽贼不愿意离我 小满真的好好看 要你要从小培养那个 你要从小培养 你要从小去培养 就是但是大了也可以 但不是说狗狗年龄大了 就不能培养的那么年人 那么那个 只是说只是说狗狗年龄大了 就是他成熟之后 他性格更稳定了 而且很难改变了这个是真的 但是不是说完全不能改变 小的但是小的时候是很 小的时候狗狗是当白痴 他很容易被你描述成一个东西 你给他什么东西他就是什么东西 他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狗狗大了之后你可以在 我觉得可以训练成那样子的 就可以训练成 有阶级性之后 很多狗狗他不会那么那个 就是他会大多数 大多数他会很听从你的话 说句人性一点话 他就很他会很尊重你 有点怪啊 这句话我撤回啊 不是很尊重你 不是不是不是说很尊重你 就是说他会很听你的话 他会很听你的话 他会觉得你的话 对他来说就是 就是就是那种爸爸对女儿下的 说的话 从小这么乖 有些时候我说的话 大家不要听太字眼 太字眼啊 就是太钻字眼啊 有些时候我就担心大家钻字眼 所以我会解释很多遍 我就是那种人 我就怕大家误会我的意思 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啊 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啊 谢谢谢谢大家的礼物 我给大家说一次嘛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那个 之前有个视频还挺那个的 我没想过 当时会播放的有20万 就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之前也是小区流狗 我拍的那个视频 有人在吗大家 怎么没什么弹幕了 天呐我怎么那么凸啊今天 我的妈呀真的 我怎么那么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哈 等一下我这样子跟大家聊 过来过来过来 没惹你啊 在的哈在的 留下的现在留下都是我的小 啊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说一下再更凸吗 我给大家说一下 之前我 我有一次那个 有有一个事情 我一直没跟大家说 因为因为只有直播才方便 跟大家聊天哈 有个事情我之前一直都 觉得挺抱歉的 是这个样子的 嗯当时是我有个视频是 是有一个阿姨 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到 有个阿姨没牵狗狗 是小狗狗 是个泰迪 然后我直播间就说 那个阿姨没有牵 我只是针对于 那个没牵狗狗的阿姨 不是说狗狗 也不是说大狗狗 小狗狗 但是当时有一个评论 我看了后来看了 他那个评论是 好像是第一个点赞比较多 然后我没把他评论 整个评论看完 我没把他评论 真的没 我倒真的没把他评论看完 我后来才看到他最后一句说 他讨厌小狗狗 我是 我是 我是当时没把评论看完 我给他点了个赞 然后后来 我最后来 有一次我莫名其妙 去看自己的视频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 看到评论了 我才把他那个评论看完 后面有一句 我就是他说小狗狗不好 他好像是是骂了还是说了 我忘了 当时我点了个赞 我后来取消了 虽然我取消赞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当时挺 我当时觉得挺 挺对不起大家的 我 从头到尾 没有说大型犬好 小型犬好 从来只有狗狗 从来只有主人的问题 没有狗狗的问题 就是 我取消赞 是表明我的态度 就是我 从来没说小型犬不好 我一直都喜欢狗狗 狗狗不分大 不分品种狗 也不分 那个 中华田园犬 也不分 也不分大狗狗 小狗狗 他都是狗狗 狗狗我都喜欢 从来没有去 我从来 我的那个观点里面 从来没有区分这个东西 但是他当时 我从后面才看到 他说小狗狗不好 小型犬不好 他讨厌 我从 我从来比较讨厌 牵狗狗的 然后 大多数是 大多数没牵狗狗的是 小狗狗多一点 多一点 特别泰迪 这点是真心话 你比较大的人 其实年轻一点的人 他大多数会牵狗的 这点 这点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是说 我反感的是 他不牵狗狗 然后还要说 就说牵狗狗的人 我是反对这种行为 我当时是觉得这样子不好 可能当 当时大家有点误会 特别是那个评论有点误会 所以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 大家千万不要产生个误会 觉得 老是觉得 或者说心里觉得 小型犬都是这样子 泰迪都是这样子 其实真的有很乖的泰迪 我们小区就有一个 只是我很少遇到 因为他是一个捡捡捡垃圾的那个婆婆 他对他的 他对他的那个小泰迪特别好 他那个小泰迪也从来没钱 这也是真心话 但是他那个狗狗 但是他那个狗狗一般都是 从来就是跟随着 跟随着他狡辩 他的狗狗也从来不会惹事 也不会吼 也不会去吵架 也不会打架 对 我舅舅的泰迪串串串串串串都很乖 还是会迁 对 其实有很多好的点 大家不要去看到太那个点 就是我们生活中可能有一些特别不好的点 我们有偶尔吐槽一下就行 但是你也不能排除人家有做的好的地方 就是有些人他做的好 我们有些可只是没看到 但是会有的 从小你怎么教这么乖 你看回放 如果有肚皮的话 你看一下回放 我讲了一个多小时 你不能让我从一个多小时重新讲一遍 对不对 你不能让我重复一遍一个多小时的事情 亲戚家的狗鸡有博美的味道 不是素材生之道 不是狗狗的狗狗的胃都是养雕的 我觉得猫猫的我不懂 猫我不懂 大多数狗狗的胃是被养雕的 就是你很多说他不 除了除了真的是过敏 或者说反胃的那种类型 排除这种 大多数其实狗狗都是被养雕的 但是我很庆幸这一点 小马是他吃过好的东西 他也吃得了不是特别高当的东西 就是 我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来 其实养狗狗有些 他就是有些事情 他问我你会怎么喂养狗狗 你会选什么什么狗粮 其实真的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 不是说对狗狗好不好 真正对狗狗好不好 狗狗 至少狗狗在意的 不是说你对他吃了有多好多贵 花多少多少钱 你多赔他比他花多少钱 他更舒服 至少他是更舒服的 你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你再为他好一点 那不行吗 对吧 你不要给自己无情的压力 自己花的钱少 你就对狗狗不好 不是这个道理 真的不是这个道理 就像你养孩子一样 你给他抱吧 你给他每天抱了十个培训班 他每天都上培训班 你觉得对他好 那孩子觉得好吧 才最重要是吧 你条件好的是 你可以抱点培训班 但是你抱培训班 不代表你就对孩子好 你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来 你能买300多块的狗粮 你就买300多块的狗粮 你能买500多块的狗粮 你就买500 你有些条件好 像我也遇到过 有些条件好的 他有些就买1000多 买那么多的 对吧 他也有自己的养法 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你不可能要求一个 工资不高的人 你买1000多块的狗粮 然后你狗粮特别能吃 你也不能要求一个 本来人家特别有钱的人 你非要买100多块的狗粮 让人家去喂 对吧 每个人就每个人自己养法 你只要多用心去陪他 然后多跟他去 你是在认同我吗 你是在认同爸爸吗 你就多去陪他 你还多去关心他 其实就就很够了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 一步一步的对他好就可以了 不要想一步登天 育儿肯定有一声 我都没想过我自己会有孩子 因为我都没想过 我能够找到一个能够结婚的女朋友 我是真没想过 我觉得我肯定找不到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我找不到 这是内心话 我没跟大家说一些 说一些特别虚伪的话 这句话是我一直都这么想的 我觉得我可能找不到一个 会让我觉得可以结婚的女孩子 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小鬼小满吃过了 对他吃过了 他他他 哎我们开直播的时候就吃过了 满的要多出去社交 我我有经常出去社交 你说的是那种社交吗 比如说去 你说的是哪种社交 没太懂 不要那么悲观吗 不是悲观 我是可能是可能是自己不太好 我就说怎么样吧 反正我习惯了就好 我现在没想那么多 没有想说非要谈恋 或者怎么样 就先好好工作 然后好好拍视频 然后可言 今年我的目标就是三个 也没有想那么多 能谈恋就谈了 谈不了就算了 我之前可能就是觉得 我觉得很想要一个能够陪伴我 然后然后懂我 然后然后值得我去喜欢 和对他好的女生 可能是也有可能是我这个愿 我觉得我可能这个愿望太强烈了 导致我可能过多的心思在别人身上 然后让人家可能觉得 你懂吗 我可能觉得 当然我直播间肯定有女生 我说这句话有点不负责任 有点 我没有我没有以偏 我没有以偏盖全 我说有部分女生大多数是会 你如果特别喜欢一个女生 他不一定会对你好 他也不一定会珍惜你 我没有以偏盖全 我只是说我也没说我以前女朋友是这样子 我只是说 有些他会这样子 你如果完全把 这个是变这样子的话 大多数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 对 所以所以可能是我这个心有点太强烈了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看淡一点 不要太想那么多 就就我觉得就就随远一点吗 就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恋爱也只是生活中一部分 就是没有恋爱 你生活中也得继续 对吧 你这么想的话 你就觉得 不谈也可以 无所谓 对吧 不谈不要想那么多 满妈妈的修成员 我是怕大家误会 真的 我超级怕别人误会我 特别是 特别是不好解释 有些时候 有些 有些你再说一句 就他他误会你了 他也觉得你怎么 他给你打个标签是这样子 太谨慎会很累的 对 真的会很累 所以为什么说一定要 稍微了解 我觉得我谈过的女朋友 我谈过的女朋友 我说句内讯话 我真的觉得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没有一个人了解我 真的 也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去付出型的了解 了解我 所以我觉得也还好 我对别人从来都是 就是我对女朋友吧 从来就是问心无愧就好 别人对我怎么样 那都算了 都能行就行 不能行就不行 怎么扯的这些东西了 快点不不说恋爱 我们不说了 说了不谈不不谈恋爱的事情 多久了 一半小时 差不多准备麻麻溜溜准备下播了哈 男生都是需要女生聊 其实我觉得男生和女生有一些点是差不多的 都是其实有些共同需求是一样的 都需要有一个人 反正我是这样子我需要有就是可能都差不多都需要有一个了解自己 然后不说照顾自己 但是每个不管男的女的都有脆弱的时候都有需要人理解和沟通的时候 都都会有这个需求 就可能女生稍微多一点 然后有一个能理解自己 然后如果自己有很特殊情况 不是那个特殊情况 就是就是有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有一个人去照顾 有一个人去关心 然后这个人一直都在 我觉得我可能对女朋友最最最最最那个他最看重的 是这三点我觉得有的话就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女生 小马康好像刚刚真的叹气 下播这个下播他听不懂 我没有刻意去让他理会这个东西 线下见面会这个还怎么线下见面 这个怎么线下见面 我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个 马爸片名主题 对有点偏离主题 所以小马有点叹气了 小马过来 我觉得小马就是哎 我给大家喜怒一下小马哈 我我觉得小马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比他对狗过来狗过的话 真的比较渣这点是真的 小马对狗过特别渣 小马就是你怎么喜欢我都可以 我可能当时跟你就是可能偶尔玩一下 但是只是当时玩第二天 我们如果再见面 我看都不会看你一眼 小马对狗过真的比较渣 但是对人 他不怎么喜欢跟男生接触 他喜欢跟女生接触 然后他对我就可能是一个完全独特的一个存在 就是我可能对他是一个完全独特的存在 他对好像对对其他狗哥或者说对其他事物就比较 比较 比较那个吧就比较情感会比较淡一点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情感挺淡的 但是我对他是好像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 就是有些时候就就是这样子就是 就我觉得谈女朋友你可以也可以找这种就是 不管这个女生对别人怎么样 就最好对别人要冷淡一点吗 但是对你就你对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个挺好的 主人意识什么主人意识就是我的意思吗 我的意思吗 微博点五天赞进入微博去什么鬼 在帮你挑女文 小马你还有这个功能吗 阿里加多阿里加多 小马为什么叫小马 小马为什么叫小马 小马 小马为什么叫小马是因为 我之前的狗狗大家都知道我 我所有我所有网站的名字都叫 我与Summer的日常嘛 然后 之前本来一直都是这个ID 然后也小马之后我也没去改 我也不想去改 第一个是怀念 第二个就是 我本来有个习惯就是不想去改变有些东西 特别是已经形成的东西 已经形成的习惯 我不想去改变 然后Summer就是夏天嘛 然后小马就是一个夏天里面的一个节气 然后当时我就取这个名字 而且也挺好听的 对 所以就叫小马 是这么来的 说起来 5月20号是小马的节气 之前有个粉丝跟我说5月520是小马的节气 下小马 下小马 下小马感觉好像 好像你跟错性了 对520是小马的节气 大家 520是哪天 520反正那天好像不是直播那天 520是小马的节气 是小是是是小马节气 那天怎么办 那天好像没什么特殊的 也没什么特殊的 你生日都过了还要过个节气吗 不过太亏了 对啊 你你不可能还要过个节日吗 你你只是小马 你不是那片生日 对5 大家记得520就是小马的节气就行了 就发个食品庆祝 这没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庆祝 这个对吧 只是节气 有点聪明 挺有意义的 而且刚好在520那天 对吧 挺好的 都大家都不在了吗 都都下了吗 给个大鼓不痛 我会可能会去跟他烤一个 我一般临时都是自己做多一些 没有在哪在哪 那我们那个啥 10点半了哈 10点半了我们 懂得啥 懂不懂 有懂的吗 我们开始唱歌咯 好吗 我们开始唱歌了哈 狗狗不能吃调料的 对 对 啊 有懂的有懂的 有懂的有懂的 不是 不是小马 不是不是帅不是帅 就是我要唱歌了 我要唱歌了 懂哈 开始了哈 红 难忘锦销 难忘锦销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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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就要下不了 今天 非常开心能跟大家再聊天 但是 欢乐的时光它永远特别短暂 又到了要下坡那一天 虽然大家还是舍不得 虽然我也舍不得 但是我们总有分别那一天 请大家不要留恋 我们统一时间 每周六的八点半再见 再见 再见 准备好你的礼物 我们下周六再见 还被喊 单压牛的什么鬼 好 欢迎的时光总是特别短暂 又到了我们跟大家说拜拜的时候 对吧 然后 我们就准备下周六再见了 好吧 各位老铁 各位老铁我们下周六再见 好不好 睡眠初先去 好 待晚了 各位老铁我们下播了 大家下周六八点半再见 再见 大家晚安 你得好好休息 多喝热水 多吃饭 好好运动 不要老躺床上 不要老坐着 这样对腰椎不好 大家知道吗 听到没有 一定要多吃运动 多吃运动 多出门 不要老躺在家里 多学习 多看报 多读书 多啥 反正就那意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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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晚安 拜拜 我怎么关电脑了 我在手机直播 我忘了 忘了 大家晚安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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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